崔薇子双手一摊 但是 我明明反对 我们心目中的那个邪顿计划 其实并不存在 大概早在两个世纪前 它就已经严消云散了 这件事 我怀疑了好几年 而在十二个小时之前 我们在时光穷隆的经历 终于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邪顿 过于准确吗 正是如此 别笑 这就是铁证 你该看得出来 我并没有发笑啊 说下去 他怎么可能 预测得这么准 两个世纪前 邪顿队现状的分析 就完全错误了 那时 距离基地的建立 也有三百年 他的预测 已经离谱的过分 完全离谱了 关于这一点 一元 你自己刚才解释过了 那是因为 罗的关系 罗 是一个突变一种 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 在整个 谢顿计划中 根本 无法考虑到他 不论考虑到了没有 反正 他就是出现了 谢顿计划 因此偏离了既定的轨迹 不过 罗的统治时间 并不长 而且 他也没有继承者 基地很快就再度独立 同时 拾回昔日的霸权 问题是 谢顿计划 变得支离破碎了之后 又怎么可能 会回到正轨呢 布拉诺 捧着一张老脸 苍老的双掌 紧握在一起 你自己知道答案 你总该读过历史 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另一个基地 我读过艾卡蒂 为祖母写的传记 毕竟 那是学校的指定读物 我也看过他写的那些小说 此外 我还读过官方发布的 《罗乱史墨》 我可不可以 质疑那些文献呢 如何质疑 根据公认的说法 我们这个第一基地 目的是保存所有的物理科学知识 进而发扬光大 我们的一切发展都光明正大 我们的历史依循着谢顿计划发展 姑且不论我们是否知情 然而除了我们 另外还有一个第二基地 它的功能是保存并发展各种心理科学 包括心理史学在内 而第二基地的存在必须保密 甚至连我们也不能知道 第二基地是谢顿计划的微调机制 当银河历史的潮流 偏离预定轨迹时 他负责将历史 导回正轨 那么你 已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贝泰达瑞尔 当年能够击败罗 也许就是受到了第二基地的激励 虽然他的孙女一再强调 并无此事 无论如何 在罗死去之后 银河历史能够重归谢顿计划 无疑是第二基地努力的成果 他们显然不如使命 所以说 你究竟想说些什么呢 一元 市长女士 如果我们分析 艾卡蒂大瑞尔的说法 就能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 第二基地 在企图修正银河历史的过程中 无意间破坏了整个谢顿计划 因为 在进行修正之际 他们是自己 爆了光 我们这个第一基地 因而发现 我们有一个镜像 也就是 第二基地 我们不甘心受他们的操控 前方百计地 找出了第二基地的下落 并且一举 将他们消灭 布拉诺点了点头 根据艾卡蒂大瑞尔的说法 我们后来 的确成功了 不过很明显的是 在此之前 一度为罗索搅乱的银河历史 已经被第二基地 捣回到正轨 直到如今 依然 没有任何的偏差 你能相信这点吗 根据他的说法 我们找到了 第二基地的大本营 逮捕了所有的成员 那件事 发生在基地纪元 377年 也就是距今 120年前 过去整整 五个世代 我们都认为 第二基地不复存在 一切都是我们 独立发展的结果 可是 直到如今 我们仍然能够 瞄准谢顿计划的目标 而你和谢顿影像 所说的话 也几乎一模一样 这也许可以做 如下的解释 我 具有敏锐的洞见 能够洞察历史发展的 深层的意义 对不起 我无意对你的 敏锐洞见 表示怀疑 但我认为 还有一个更明显的解释 那就是 第二基地 并没有遭到摧毁 他 他 依旧在操控着我们 依旧在支配着我们 那才是 我们 重返谢顿计划 正轨的 真正原因 若说这番话 令市长震惊不已 他 则 丝毫 没有表现出来 现在 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他极其希望 赶快结束这场谈判 却知道 绝对不能着急 这个年轻人 必须好好对付 他可不希望 把钓鱼的线绷断 而且 他也不想 白白地 将它作废 因为在此之前 他 或许还能 发挥一项功能 市长说道 是吗 那么你是说 艾卡蒂写的什么 卡尔根之战 以及第二基地 被摧毁的经过 全都是假的 是捏造的 是一个骗局 是一堆谎言 崔卫子 耸了耸肩 那倒不至于 这样说 就离题了 即使假定 艾卡蒂的技术 全部属实 他的确做到了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假定 所发生过的一切 和艾卡蒂的描述 一模一样 第二基地的巢穴 确实被寻货 成员也全部被捕 可是我们 又凭什么说 他们的每一个成员 都落网了呢 第二基地所操控的 对象 乃是整个银河系 并非只是端点心上的历史 也并不仅限于 第一基地 他们 并非只是对我们 这个首都世界 或者整个联邦负责而已 一定还有某些 第二基地分子 藏在一千秒差距之外 甚至更远的地方 我们有可能 把他们 以往打尽吗 假如我们 并未将他们 一举称秦 能够声称自己 大获全胜吗 当年的罗 能这么说吗 他先拿下了端点心 以及他直接控制的 所有世界 但独立行商世界 仍在奋战 后来 行商世界 也被他打垮了 却溜走了三个人 艾布林米斯 备胎大瑞尔 还有他的丈夫 罗将其中的两人 置于控制之下 却完全没有控制备胎 独独放过了他 如果我们愿意相信 艾卡蒂写的小说 罗之所以如此做 乃是因为感情用事 而这 就足以改变一切 根据艾卡蒂的技术 全银河只剩下一个人 只剩下备胎 能够随心所欲 而他的行动 果真使得罗 无法找到第二基地 因此导致了他最后的失败 仅仅一个人保有自由意志 就能领罗全盘结束 个人的确能够发挥重大的影响力 虽然围绕着谢顿计划的所有传说 都在强调个体不值一提 唯有群体才是有意义的 假如当初漏网的第二基地分子 不止一名 而是好几十个 这似乎是极有可能的 那又会怎么样呢 难道他们不会重新汇合 重建第二基地 再到处招兵买马 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经图治 然后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 使我们再次成为他们的傀儡吗 你相信有这种可能吗 我绝对可以肯定 可是请你告诉我 议员 他们又为何自找麻烦呢 那些所剩无几的可怜虫 又何必死守着一个 没人欢迎的计划呢 他们尽力使银河 朝向第二帝国发展 背后的原动力 又是什么呢 假如他们这小撮人 坚持一定要完成这件使命 我们又何必在乎呢 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计划的安排 并且对他们心存感激呢 因为他们会尽一切的可能 不让我们的历史脚步迷路 或者走偏 崔薇子揉了揉眼睛 虽然他年轻许多 却似乎比对方还要疲倦 然后他瞪着市长说 我无法相信你的说法 难道你真的以为 第二基地这样做是为了我们吗 难道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 难道你不能根据政治常识 根据权力斗争和领导统一的实际经验 清清楚楚地看出他们这么做 其实是为了他们自己吗 我们是冲锋陷阵的赶死队 是整个机制的发动机和动力之源 我们拼命奋斗 流汗流血又流泪 他们却只管控制和操纵 调整一下这个放大器 按动一下那个开关 既轻松又自在 而且不必亲身涉险 等到一切都打功告成 也就是说经过一千年的辛苦努力 我们建立起第二银河帝国之后 第二基地的人就会大摇大摆地出现 成为真正的统治阶级 这么说 你是想彻底地消灭第二基地 建立第二帝国的工作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 你想试试让我们自己当自己的主人 以一己之力完成其余的工作 对不对 当然 当然 这难道 不也是你的希望吗 虽然你我看不到这一天 可是你有儿孙 将来我也会有 而他们还会再有儿孙 一代一代绵延不绝 我要他们享受我们辛勤努力的成果 我要他们在回顾历史时将我们视为源头 对我们的成就赞美 欧哥 我可不希望一切的心血都被吸进谢顿所设计的阴谋当中 他并不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我告诉你 如果我们真让他的计划继续下去 他的威胁会比罗更可怕 银河在上 我真的希望当年的罗瓦解了整个计划 令他万劫不复 罗死了之后 我们便能好好的活下去 他的寿命毕竟有限 可是第二基地 似乎是打不死的 但你想要摧毁第二基地 是不是 只要我知道该怎么做 绝不犹豫 既然你并不知道该怎么做 难道就没有想到 他们很有可能先下手为强吗 崔伟子露出了鄙夷的神色 我甚至曾经怀疑 你可能也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你准确地猜到 谢顿影像将说些什么 还有你后来对付我的那些手段 都有可能是第二基地的阴谋 你或许只剩下了一副空壳子 里面已经让第二基地填满了 那你为何还要跟我说这么多呢 因为假如你的确受到第二基地的控制 我无论如何是死路一条 这样发现一下 至少可以出一口怨气 而且事实上 我仍然赌你 并没有受他们的控制 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已 无论如何 你显然赌赢了 除了我自己 没有任何人在控制我 话说回来 你能确定我说的 是实话吗 假如我的确受到第二基地的控制 自己难道会承认吗 甚至 我会知道自己 受到他们的控制吗 可是 讨论这些问题 一点用处也没有 我相信自己并没有受到控制 因此 你也不得不买账 然而 你想想看 假使第二基地的确存在 他们最大的需求 一定是希望银河中 谁也不知道这个事实 唯有谢顿计划的棋子 也就是我们 对于计划的内容 毫不知情 也不晓得自己 如何受到支配 这个计划 才能顺利进行 由于罗的出现 使得第一基地将注意力 集中在了第二基地的身上 第二基地 才会在艾卡迪的时代 遭到摧毁 或者我应该说 是几乎被摧毁 议员 你说 对不对 从这一点 我们能够导出两个推论 第一 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 他们所做的各种干预 已经尽量降低 因此 我们又可以假设 他们 不可能完全地控制我们 即使第二基地的确存在 他的力量 也必定有某种限制 如果控制了一部分的人 却使得其他人 因而猜疑 便会令谢顿计划 遭到扭曲 因而之故 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 他们的干预 尽可能做的精巧 间接 和分散 所以 我并没有受到控制 而你 也没有 这算是第一个推论 我姑且接受吧 或许 是基于一厢情愿的乐观 那 另一个推论 又是什么呢 好 好 宝宝